美洲还有澳洲的志工 同样是在为御佛做准备 一边是进行彩排 另一边则是举办了潮山活动 来自新泽西 费城 以及大西洋地区 四十多位慈祭志工 三步一跪拜 围绕着园区 潮山祈福 众人心念一志 也反观自省 坚硬的水泥路 是考验 也是领悟 正好都跪在很多的时候 真的很痛 可是在痛的那当下 也让我惊醒到 世间上还有很多事情 比这更痛 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 其实站起来的时候 是有一些痛的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它其实也是一种 很好的运动 在澳洲雪梨 也有五十多位志工与民众 在行经中沉淀心灵 季锦华带着太太一起来 太太刚历经车祸劫难 能够康复出院 她满怀感恩 我现在就想应该 感谢这个菩萨保佑 朱小慧是来探亲 第一次参与 感动满满 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 就是一直感觉要流泪 在炉香站的时候 就会忽然很感动 纽约慈祭人同样把握 因缘积极准备 在佛旦节时 与花莲同步连线 即使是彩排 用心练习 步步不错过 总协调京东友 庆幸能承担 我还有点排斥 因为个人时间的关系 不过我想这是一件 非常重大的一个活动 我应该挺身而出 戴安新闻之日 美职工综合报道